只要台湾福利有变化 特别是提高最低工资标准这种消息 绝对能够刺激到好久没有涨工资的大陆部分网友 网友们绝对不相信台湾隔山岔五就会涨最低工资 但是大陆的相关媒体和自媒体已经开始连续不间断的报道了 因为有流量保证也是话题的终结者 此话怎讲呢 追求流量就是追求金钱 追求话题的热度就能使他们快速的曝光 话题终结者是因为只要谈到台湾最低工资高于我们的平均工资 矛头一定会对准收入分配制度 到此为止没有人再敢议论下去 讨论分配制度的不公 所以隔皮挠痒发个牢骚之后的沉默 就成了谈论台湾收入跟我们有天壤之别的终结了 媒体说 台湾最低月薪将涨到6300元人民币 2万人民调出炉 6成民众有物价上涨 网友说台湾物价这么高 6300新台币要饿死 应该是6300人民币或者6400人民币 最近人民币贬值压力很大 很多人不相信一直在评论区叫 用最低工资有几个老板招得到人 为之全貌不予置评 专家说了 大家涨就是没涨 他们在做无用工 其实最低工资标准就是全部工资 暂没有其他补贴之类的 台湾一根丝瓜9块人民币 一斤西红柿30人民币 不是GDP就是工资 还有啥福利 两边都待一段时间 才会有客观的评价 就表面看台湾不如现成 这是事实 光谈工资 不谈物价和购买力 就是别有用心 这么多给我的感觉就是 不信台湾最低工资有这么高 当然也有一些讽刺的意味 我看是全部工资收入吧 在台湾最低工资 基本招不到人 别说全部了 全部就给1万人民币 那也是非常平常的事情 反正低于平均水平 是很难招人的 台湾最低工资调整 2023年27470台币 换算人民币6284 台湾平均工资 44417 换算成人民币 10162 相差了3878 大陆按照最高的上海来说 2023 最低工资 2690 指的是人民币 而上海平均工资 都是13486元了 相差了10796元 大家心里应该很清楚了 这意味着什么 中国大陆任何一个城市 贫富差距惊人的很 这个只是平均 有一些人垄断资源 不需要任何的投资 不需要任何的劳动 只需要信息差和控制 就能有资金源源不断的进账 基本等于空手套资金 所以您看看吧 而最低的人 则连一个月1000元都很难 中国老百姓实在太苦了 也许很多人说我悲观 只看到不好的 看不到好的 还有很多人生活的很滋润呢 你怎么不说呀 但事实上就是如此 如果再算上负债 那基本上全国 没有多少人是有钱的 因为全民负债的时代 已经开始很现实 很骨感 问题是台湾还有最低工资保障 还有退休金的保障 医疗保障 而我们呢 8到9亿农民没有任何保障 看病只望居民医保 你觉得还行吗 农民的退休金大部分没有 如果年纪上60的 没有退休金的话 政府每月发100到200元之间 一年也就一两千块钱 而以目前的物价 如果农民没有自己种了地 和一些其他收入 日子根本就过不下去 我们都在议论 像广东啊江苏啊 GDP比台湾高多了 为何福利跟台湾没办法比呢 到底钱去了哪里呢 我想说江苏的钱 很多江苏都说了不算 广东也是如此 如果广东经济降速 影响的是一些 只知道要钱要补贴 要转移支付的省份 广东和江苏上缴的钱太多了 所以自己说了也不算呀 能够支配的钱 只是一少部分而已 有人说 广东和江苏人口 是台湾的好几倍呢 我想说不要拿人口说事 就算广东也有2000多万人 也照样不会有台湾的福利好 很多钱都被不该拿钱的人 给拿走了 还怎么分配呢 中国大陆不能像台湾一样 即使调整最低工资 最大的阻碍是利益分配问题 无法协调 也没人敢动这块蛋糕 普通人网上呼吁提高最低工资 也仅仅限于他们自己 企业不愿意 因为会增加用工成本 政府不想提高 是因为支出会随之增加 收入相应的也就会减少 而很多人坐在办公室里 又能了解多少民间疾苦呢 所以没有任何动力去提高和改革 但不改革不提高 问题就会接踵而至 我们一般都是等到问题很严重了 不得不解决了 才会迫于压力 做出一些让步 给人民一些福利 最近江苏省提高企业退休金 就迫在眉睫 江苏是全国养老金最低的省份 倒数第一 我指的是企业 企业员工是真的受不了 人家改革 他们不改 人家退休金按照国家规定来 他们照样不变 拖着拖着就成了棘手的问题了 苦了很多企业退休职工 这么多人不相信台湾最低工资提高 是因为不想再刺激自己的神经了 已经受不了了 而一些媒体还在编造忽悠 说台湾是台湾 我们是我们 我们要结合实际 不能乱涨 必须符合当地的经济发展水平 他们说 最低工资标准提高的原因 可能是多方面的 其中一个原因可能是经济增长 即社会财富增加 因此有更多的资金 可以用于提高最低工资标准 此外 提高最低工资标准 也可能是为了保障劳动者的生活水平 以确保他们的基本生活需求得到满足 然而提高最低工资标准 也可能会带来一些负面影响 比如企业可能会因此成本增加 或者是降低招聘人数 或者调整生产规模 甚至关闭 这样可能会对就业市场造成不利影响 使得一些劳动者失业 因此在决定是否提高最低工资标准时 要考虑到经济增长 劳动者生活水平 就业市场等多方面的因素 我想说 我们在理论方面绝对领先台湾 各种理由一套一套的 真正落到实处的 为他人的生活质量提高着想的 几乎是没有的 不能太绝对 但真的感觉就是如此 我们没有数据支撑 也没有经验论证 并不意味着就没有正确的判断 所以不要再掩盖和粉饰了 与台湾有差距 它就是有差距 找到不足才能反思自我 否则被媒体给带偏了 只能自欺欺人了 跟着媒体一起吆喝 好了 本期小周就跟大家分享到这里 咱们下期不见不散